請坐 請坐 我們的標題是國家預算 事實上這個名稱都差不多 我這個二月十一的最高的事是 預算編制和食物 理論和食物的東西 我本來沒有說一個預算的執行 包括執行都要稍微討論一下 這就有很多東西可以說 雖然這是家具的課程 中國只要這樣 寫這個這家而已 就可以變一個客廳 表示它裡面很幼的地方 我們因為時間幼的 沒辦法上一家 所以 一點點點就要講完 可長可短 傳統 傳統的這個 古早 沒什麼說預算制度 都是地政主義 去年用一千萬 今年來用一千空五十萬 不夠就不夠 不夠高的時間 兩個人看一分 那 那 那 但是 去年是一百 今年是 今年是 一百零五 明年是一百零 還是一百零五 這樣 叫地政主義 一直到 在 在世世界大臣發見說什麼 因為戰爭的原因 時分 你會當 你會當 時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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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分一分 你就這樣 傳鬼 向後傳就好 在世世界大臣我們發見說 因為戰爭 因為戰爭要戰爭的時候 那個戰爭一直把它開下去 公債一直發行 所以這一個分界點的 就在1936年 1936年前 那為什麼令到1936 1936年的時候 凱因斯 將Mannard Kens 他下一分次 就是 就業利息 與貨幣的一般理論 就業利息 與貨幣的一般理論 我們經濟學界都 跟他說一般理論 叫Zenal Theory 這本書 他 他叫做凱因斯革命 什麼叫做凱因斯革命 古典學派 古典學派 第一集中 第一集中 所有變遺算是 你收多少 但是你稅收 如果是一千億 你可以使用 相當是一千億 平衡遺算制度 不能超過一千億 所以古典學派 我們在1936年以後 經濟學派做很大的改變 就是 叫做凱因斯革命 凱因斯主人說 你如果要限制 收支一千億 還要花一千億 你經濟 沒辦法 脫離 recession 沒辦法脫離 衰退 為什麼會衰退 因為你產量過多 產能過剩 你產量過多 產能過剩的時候 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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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價格的一筆 掉下來 存貨節 記者 一直下來 結果 沒有人要行善 工廠就停機時間 停機工作 工廠就失業 要怎麼 挽回就業水準 你就要突破 預算限制 可以赤字財政 這就是跟他的老師 跟他扎起他的 他的老師叫屁股 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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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屁股的 老師就是馬歇爾 馬歇爾 1890年 疊病 把經濟學叫做economics 那是大師級的 他哪有疊到一定提諾貝爾 他第一篇用the principle of economics 來出色 經濟學原理的概念來出色 在1890年那本書出來以前 所有沒有經濟學者的單有名詞 叫做political economy 就是the the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就是政治經濟學原理 就是政治經濟是不分開的 所以1890年才有經濟學者的名詞 那個概念就是古典主義 就是主張說 稅收 稅出 只能在稅執的範圍裡面開 但是第二次世界大前 情侯 發生什麼 全世界 歷史所沒有看到的那個 叫做 經濟恐慌 經濟恐慌的時候 大量失業 大量的 事業 你要怎麼萬求這個經濟 齁 都是古典學派的政策 絕對沒辦法萬求這個經濟 所以凱因斯一個 啪啪這個郭電主義說 一定要次次財政 由政府 來開錢 來做建設 甚至政府錢要開出 所以請人圓路 威康 威 還給他 打不罰 還給他工資 這就是我們 這次請八百塊 一天八百塊請人在 掛草 整理不想補 整理 整理這個 掛煩 那個現象 一樣的動力 這就是凱因斯的 次次財政開始 而且如果次次財政開始的時候 有這個概念的時候 政府的開銷就一直增加 特別是建政的時 特別是建政的時候 一直造成一直發行貨幣 發行貨幣 一直印鈔票 一直印鈔票結果 就蓬通貨膨脹 所以是這樣 猶太人他在歐洲歷史裡面 百年很重要的角色 歐洲接著在建政 建政的時候 他們過去說 你如果稍微多少 才能花多少 但建政的時候 要開始沒有反應 沒有錢要怎麼 不可以印鈔票 因為古早是 黃金本位 你國高多少黃金 你才花多少黃金 沒有什麼紙鈔那些東西 傳統 在19世紀的時候 都要黃金本位 整個經濟形勢 到現在有很大的改變 現在沒有錢 沒有黃金 去到猶太人借了 猶太人就高利貸 所以猶太人最愛有建政 如果有建政的時候 他黃金的 他有錢的 他就賺大錢 這是 歐洲歷史來看 他在社會財政的觀念 政府的開銷 就一直碰到 一直碰到 美國方面想 這個不是辦法 這樣不是辦法 不是辦法 要怎麼 他去看企業怎麼經營 企業不是有稅稅的嗎 企業的事情 還要靠一點點 所以 企業他們的做法就是 去做一個 要做一個導賬 他去考慮說 我這個導賬下去 我當地可以回收 我是不是會賺錢 所以他就很精算 精算什麼 開出的成本多少 要收多少 算得很清楚 我絕對賺錢 我才要做這個導賬 所以我們把這個觀念 拿來放在政府 台湾裡面用 特別是美國的國防部 美國國防部 首先 將企業界的這個 預算制度拿一次 利用 拿一次使用 在那裡就是 績效預算 想早期企業界發展的是 績效預算 我們現在先插開來講一個 歷史 很多人問說 稍微想 稍微想 現在可以買房 可以買房 可以買房 我說 看地點 你這裡 例如台北買房 30平台可能要3千萬 台北比較熱 30平台要3千萬 你這3千萬買下去的時候 你怕算說 十年後來 我們不要長 十年後會變怎麼 可是說十年後 它會去到4千萬 你這3千萬 買起來的時候 他要大 哇 但是說 糟金一個月是五萬 所以一個月五萬 一年就六十萬 十年就六百萬 所以 你現在可以 現在說 現出是花3千萬 找到 十年後會變成 但是 如果是 一年 它的 現在出來的利息 就是那個 六十萬 六十萬 你把它還原 用一加 5%的利息來講 把它還原這限值 目前六十萬 第一年就開始大一面了 現在 人家是買的 今天買的名字就大一面 所以你開始生的利息 就是那間房子 三千萬的房子 一年給你十十萬的利息 所以你把還原限值的時候 第一年多少 第二年多少 每年都這樣 每年都六十萬的 那個產生的利益 你把它還原算限值 不然就是六百萬 就是十六百萬 把還原限值 我們假設說 它是 這三百萬的價值 這三百萬的價值 十年後 你賣掉四千萬 你所以四千萬的利息 你四千萬 減三千萬 有一千萬 一千萬用十年 一加零點五的 十次方的薪 差不多一百 一千萬 可能現代車多少 現代車 做五百萬 做五百萬 所以現在 限值 看起來說 這次花三千萬出 但是 限值的利益 限值的利益 就是 三千八百萬 這樣可以 這樣可以買 你就要很精算 這樣可以買 但是 你如果預計 預期 如果沒問題 一年都六十萬的房租 收入 因為你不能說 你一個大 沒有付房租 就沒有收入 那間房租 已經提供五萬 價值的收入 一個月 所以一年都六十萬的利 好處好你了 你就不用去公主 但是十年後 它的落結 有可能落結到算多少 存兩千萬 所以你花三千萬 所以你花三千萬 出 你現在 房租的收入 是 現代三百萬 所以 你的 總共花多少 三千萬 出 你的 等十年後 賣掉的時候 你這裡有多少 兩千 沒有兩千 沒有兩千萬 還有 加上 三百萬 因為六百萬 變成三百萬而已 折算 折價 你不能說十年後 六十萬 這次也有六十萬 十年後 六十萬 可能現在會 三十萬而已 十年後 一年一年算 這個要用公式 我右邊那個公式 我們就成本 用這個來算 你花三千萬 效益 總效益的時候 有一個V0 加上V1 加上V2 一直加 加上V十年 這個V十年 這個V十年就有兩種 要把它拆開 六十萬 除以1加0.5的 零次方 因為第一當嘛 再來六十萬 一加零五的 一次方 再來加六十萬 一加零點五的 兩次方 加到 六十萬 最好是十年 一加零點五的 事實上這是夠了 夠 九年 因為零次方在裡面了 加上什麼 你本來如果探一千萬 這是真的 所以一加零點五的 九嘛 所以 你開除三千萬的時候 你效益多少 效益多少 效益的時候 效益 你 賣水四千萬 賣水四千萬 用這來算也可以 用這來算 還是要用一千萬來算 要怎麼說 cost 效益 應該是賣水四千萬 賣水四千萬 用四千萬來算 用四千萬來算 三千八百萬 對吧 我們就大於成本 大於那個 C零 這是 大於那個三千萬 這個計畫可行 這個計畫可行 因為你這個 三千八除以三千 你就超過一了 但是呢 如果是 到尾要先賣掉的時候 加這個 像做三千 這是三千加一千的 加一千的 這個三千加一千的 因為那一千萬 你賣兩千萬而已 賣兩千萬 存兩千 你最好是存兩千的時候 這是存兩千 這是一加 0.5的九 九次方 這樣你可能存多少 這兩千 沒什麼 變法 加起來的時候 才是做兩千 四百萬來講 就小於什麼 小於你本來開除的三千萬 這樣就不可行 所以要預測 對未來 你最好 建設 每一個建設 用到未來 三十年五十年以後 你這個 價值穿多少 你如果說 用到未來賣家 他漲價 這是 叫做義價 有Premium義價 這樣當然很有賺錢 這是資本利得 一千萬是你的資本利得 算出來的時候 你就有超過三千八百萬 超過三千萬的價值 你這個就可以投資 你如果說 顧利的結果是 本來 我們是三千萬買的 但現在了一千萬的時候 三千萬減掉一千萬 所以算是二千萬一千萬 那那二千萬 十年後的限制是多少 還要折算一下 所以算是 總共合起來 算是二千四百萬 類似這樣 甚至 比二千萬多久 因為你還要入稅 還把稅放在裡面 十年後的稅 但是現在 土地前來稅的時候 要入 二百萬 十年後的稅是四百萬 你就 這個就變成 算比較二千萬 算一九萬 類似這樣 這就不算了 這種的行李就不做了 這個行李就不做了 但是說 因為 稅金四百萬又扣掉 哇 夭壽了 四百萬扣掉 那四百萬的時候 你就存多少 存一千六百萬之類 你是這樣 你就了解了 當然你就要有 總體經濟觀念 預測說 十年後 台北的萬年山會蓋的路 很多人在台北買家 我都跟他說 萬聖 台北買家的時期是 2005年的時期 是上級的時期 2006年6月就開始起漲 起到這時都不停 再來就開始在看 看漏了 大家都沒想知道 很熱鬆在台北買家 所以 最好有一個接手的人 一定了解 我回過頭來講 講這個 預算制度 績效預算制度 發現說還是有缺點 還是有缺點 後來工商界 發展一套什麼 就是 計畫預算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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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就開始 國防部就開始採行 計畫預算制度 要做一個價位 很具體的一個價位 像我們這次 我們這年都會半年 要穿這個 公民身份證 所以我們國中國中 可以承100萬 來拚這個公民身份證 這就是一個計畫 叫做project 這計畫預算制度 有一個學術名詞 叫做計畫評估 叫做project evaluation 的課程 我們說要怎麼做計畫預算制度 這在60年代 70年代 很流行的 很熱門的課程 所以我們這次 後來我們 在那70年代 我們總要 中華民國總要採行 計畫預算制度 差不多 年六國也這樣做 所以中華民國推出年六國以前 如果要跟世界銀行 就行 都要經濟計畫預算制度 來計算 於成本效益 我們這個市值就是成本效益的概念 這個計畫預算制度 所以我們已經 我們已經 算說中華民國 為了要做錢 所以就開始 進入這個體系 但是 很限於 要跟世界銀行 亞洲開灣銀行 做錢的時候 提出計畫預算制度的概念 就是說 我要開一個 像桃園 桃園這個 航空特定區 或是要做一個 海港 或是要做國索公路 沒有錢 要貸款 跟世界銀行貸款 跟亞洲開灣銀行貸款 的時候 就要提出一個計畫預算制度 提出成本效益分析來 說這個效益過程 所以我們現在推行計畫預算制度 已經幾十年了 但是 是僅限於 對外國銀行借錢的時候提出 其他在國內 各單位 我們的預算 要是很傳統 要不是所謂的績效 也不是所謂的計畫預算 要是最傳統的那個地爭主義 叫做 叫做incrementalism 每年都要經過多少 每年都要經過多少 關台稅收多少 稅收不足 沒關係才來救急 所以我們這邊是說 現實是 我們的財政非常困難 因為負責很多 政府用很多預算 在變什麼 要立利息 要立利息 這就是現實是 中國民國政府的困境 我在裡面 你說PPPS的時候 它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則 第一個原則就是 經常收支 跟資本收支要並列 就是說 這個計畫預算是 你把它分成經常收支 經常收入 跟資本收入 經常支出 跟資本支出 變成富士預算一樣 經常門的是經常門的 資本門的 什麼叫做資本門 就是說政府去 進行這個工程的 海港設施 空港設施 交通 去外面 去公園 可以回收 公園怎麼回收 新的觀念是 公園要有回收 因為公園 日月時 大家享受這個環境時 要下一個清潔費 真的要這樣才對 要做一個求 這個求 讓大家走路方便 要拓 TOL 要過僑費 設一個高速公路 你要走高速公路 不是每一個人在走的 但不然你走的人也要出錢 所以這樣走的人要什麼 要付費 要付一個TOL 要付一個通行費這樣 所以這就是資本收入 通行費的資本收入 建設這個國是公路的身 支出的資本支出 什麼是經常支出 經常支出 政府要運運的身 要為民服務的身 要有些公務員 要付 可以吃飯 要付薪水 薪水其實就是經常支出 經常收入 就是一般的稅收 一般的稅收 從一般的稅收來 所以 這是 經常收支 跟資本收支的並列的原則 第二點就是 財政的收入 要定義財政的支出 這點 我個人是比較贊成說 原則上 要採取 量入為出的原則 就是 古典主義有 古典主義的優點 那些 凱因斯主義有 凱因斯主義的優點 要看什麼情況之下 你運用凱因斯主義 你要回去運用凱因斯主義 要出資預算 這個國家 10萬元的賭 你看 西洋 10萬而已 就發生這個問題 稅收一直沒有這個 但是開消費就花很多 國師 那些西洋的賭 就是 他的退休金 公元 退休金也很好 很優惡 很優惡 這優惡的新公元 當然是 中央想說 我退休的退休金 我不用做到要死 我做到要死 我會打拼 打死 快死不老 那些人不理 所以就 比較怠惰 下班就要出土了 人民也不認真 所以 他的經濟當然不好 所以基本上 過去他幾30年 我在財政部開 我都一直注定要糧入維持 但是很多學者 跟我一樣 在財政部開的時候 都注定說 政府沒有糧入維持的 一定要糧入維持 你看他 開多少錢 你把它開下去 沒錢才來救錢 我很反對這種的觀念 因為開消是 無止境 無止境的 開消一直加下去 我們用財富的累積 是無止境的 滾雪球一直滾下去 好怕美國更好怕 淡心美國更淡心 政府的官員 不是每一個人 像古典主義 行政協 公共行政協 古典主義 在威爾順時期以前 在威爾順總統 擔任總統以前 他的主張 他在President大學 教學 所有的公務員都是 努力重工的 沒有一個帶動的 大家會贊成嗎 這種的觀念是古典主義 就是公共行政協議 古典主義說 所有公務員都沒有屬心 所以他做出來 決定在威爾順的 威爾順的 沒有一個威爾順的 都威爾順的 但這個東西到1959年 1960年的時候 向打破 什麼人家打破 1986年 替諾貝爾獎 那個Buchelan James Buchelan 和Gordon Tarrack 他們在1962年 出版一本書 出版一本書 就是共識的計算 The Calculus of Consent 很少人把這本書打了一天 我那時候覺得 這本書是很好的經典製作 所以我最終把他用心打 共識的計算 就是說政府官 這個政府的決策 他們要大多數學來決定 大多數學就產生共識 共識 共識的時候 因為要怎麼做 怎麼做 剛才做 所以社區的怎麼共識 社會的怎麼共識 財政收支 應該怎麼從 這本書是 新古典學派財政學的 那種的經典製作 我跟你說這個東西 跟這個學派出來之後 它的主張跟我的主張很一樣 我不會去讀這本書 我就覺得說 政府的 開銷一定要 涵這些的收集裡面 良助維持 所以這個學派發展到 要怎麼看 要透過憲法限制政府的支出 透過憲法限制政府的支出 他赤字不能超過什麼程度 叫做憲法主義 叫做憲法主義 所以基本上 財政學是很多哲學 涉及什麼 涉及每一個人的利益 公共利益 所以 就很多既得利益者 他會來蓋 來 應用到政府的決策 所以這個學派研究 很體重 他在1959年 他在1959年 1958 1959年 他下的文章 就說 古典學派 公務員都是 勿力從工的 無修心的 這是絕對錯誤的 因為公務員是人去做的 每一個人的 心都是肉做的 都一樣 都祝福的 他在鋼鐵 發包吹的時候 一定最好是他親家 他的朋友 甚至送他包吹的人 來敲標 然後他可以噴一些雞 吃一些雞 這個東西從哪裡看得到 因為 Gordon Talk 195758的時候 就在天津 的領事館 美國駐天津的領事館的領事 中國人 有很多人讀這個 寒窗苦毒 為什麼 寒窗苦毒是未做官 為什麼未做官 因為做官就會升官 就發財 在主持人家看到這個靈感說 原來是這樣 所以古典社交官都不對 所以從這裡開始寫問中 按照你是他們兩個要拿諾貝爾 結果 因為五輪大陸是法律出身的 比如是特經濟學出身的 諾貝爾的經濟學獎 沒有包括法律 所以五輪大陸就怎麼沒有拿到這樣 因為 你那個 審查的時候 因為利明其中 但最好 委員會說 他就不是特經濟 所以沒法 我那時候人家在美國 他就包在美國 我在抗爵的學校 給他安慰 給他安慰 他來台灣都會找我 這是題外話 但是有趣的故事 所以這個PPS 他中間第三點 就是原則說 一分比要大於 剛才我們說的大於 才值得討論 而且做預算料 經過計算的一分比料 還要找看有替代方案 我這個球 要做東西什麼 還是要做南北什麼 當然 這個 比較確定 東北到西南 還是東南到西北 這個方向 這個東西 可以去考慮 它的成本最多 還是說 我要環境汙染的東西 水汙染 要怎麼處理 有不同的方案 拿一個方案出來的時候 還算另外一個方案 看到一個方案 它成本比較多 效率更大 就是替代方案 所以總共有這個 細細的大原則 我看台灣的這個 國管市的預算書 都沒有人根據 這種的原則來做 改革效 我們希望將來 接政權的時候 一定要按照這個原則來做 就是財政收支的估計 這是小小的技術 都用伎量經濟來做 財政的經常收支 資本收支 這種東西都很好估計 通常 我以前在主計處 行政院主計處 以前 做一檔 都專門在估計這個稅收 特別是經常收支的稅收 各種的稅 過去幾年 它收入多少 它的成長率多少 用那個 時間數率來推估 用簡單模型 兩個變數就可以了 一個是稅收 一個是時間 把它過去的稅收拿來推估 要這樣算說 可能不年怎麼 不年怎麼 可惜 我們學生的觀點 來做這個推估的時候 都覺得 稅子比較實在 但是比較低 我們的主管 他就要讓蔣經國 覺得高興 成長率調較高 這比較可惜的地方 有點製造數字的情形 資本收入 比較好估計 資本的收入 就是高速公路的通行費收入 每一年每一年都有收入 如果車輛多少 通行的車輛多少都可以估計 這種比較好估計 另外 我們如果說 有一個目標 稅需要增加的時候 我們可以調整什麼 調整 調整 稅率 稅率可以調整 或者改變 稅務的結構 這樣 這都是將來財政學 很重要的部分 因為我們現在 我們的通信裡面 很多人 很多人 對這方面有深入研究 有一個林醫治 他現在是稅務大臣 他說要 幫我學 我上禮拜 我 他來幫我討論 像我 剛才用一早的時間 把我收過去 下來有關 財政問題的 短文 沒有一早 沒有百多片 我也不想說 我不知道多少 我一直把 放進 那個 附加檔案 他想說 收到一百多片 那時候 那些都比較淺顯 那些都 要給國中醫生的 國中醫生的 大學生看 有的淺顯的文中 我說 你不知道什麼 學術研究 我只要付三拼的 學術研究的文中 我看 那些學術研究的東西 很多數學士 很多微積分 高等微積分 那你看不到 你就不用看 你看前年 看結論 中文看一看 中文看一看 中文數字 數學士 數學五號 很難理解 那如果沒有 一部一部 打到聽到 根本都看不到 我就這樣說 這個 第四個大禮 是從財政收支的估計中 我們如果有 那個客廳公共行政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修在這個地方 簡單說 告訴我 你說 總稅收 去年多少 那可以用A加B的T 那是year 一年兩年的年 用這樣來 很簡單的計算 這個 T有T的那個小T 過去十年 的數字拿來放在這裡 這個 然後時間 對 對一到十 那這樣太低 你怎麼沒有用二十年 十年的數字 做一十年的推估 推估下一個年 這個 將來有這個數字 跟這個數字 放進電腦計算 就可以得到A是多少 比如說A是5.5 再B的是1.2 還有這個T你就知道多少 你這個 20把它放下去 這個 這個 24 對嗎 還加5.5 我還是說這是 這是用議員的單位 還是說 一個稅 你就變成說 29.5 你現在變成21的 你又加1.2 但是這個數字 是最簡單的 這個推估的數字 最簡單的 我們還可以另外加別的 幾百項的 突變的因素 像稅利改革 稅務的變動 還是說 稅利的增山 增加 那都可以把它放進去 但一般來說 如果沒有什麼變化 就用時間 來推估 第三就是 支出計畫的擬定 支出計畫的擬定 經常支出比較沒有什麼變動 因為當年要用多少人 多少錢 多少錢 多少辦公費 這個辦公室 要維護維修 要花多少錢 每年都有固定的 所需 不過在 徵 預算的inclementary 什麼的制度裡面 現實是我們台灣而已 你像辦公室 雖然是人沒有增加 但是經常支出 每年都在增加 所以如果一個 好的財政員 他會去控制 像我在 1999年到2000年的 一年七五月中 我在圖文館政府的時候 沒什麼改變 我只經常支出 我把他縮差不多多少 縮到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 所以要做一半 因為那年的時候 那時候 那時候 如果說按照預算做 就是 李少年 他 ambition very ambitious 很aggressive 說就要誇世紀了 1999年 便利算要進入2000年 所以誇世紀 五五五五億 說我們沒辦法做 那一年 預算執行 三百六十億而已 一年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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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機才多少 一年是三百六 三百二十億 三百二十一一年 你如果讓你一年半 相機才是 執行四百八十億而已 我都這樣說 他們說 台北館變一千億 我圖文館 這大館 怎麼會變五百億 一人變一人變 叫國 國單位 補預算起來 國單位 卯足全力 都補不出來 大行就要做 那像我兩個大行就要做 全加起來 五百五十五億 我做財政局長 我實在很辛苦 因為我要慶祭方開 結果 馬上 預算通過的時候 馬上就欠多少 一百六十五億 你要這樣執行 不會發生赤字 開始執行多久 我就說 開始想辦法 要來限制 就是說經常支出 一個單位經常支出 可以黏就黏 可以賣就賣 賣一半 資本支出的時候 分三期執行 半年一期半年一期 那年的預算是 二半的時間 分三期 最重要的 最迫切需要的 第一期 第二迫切需要 第二期 沒中的放第三期 有錢這麼做 沒錢歪 那時候 剛才我離開 管政府的時候 都沒有赤字 還在幸福 我還在幸福 我還在幸福 所以這個 這個 那個時候 在1999年 大概2000年的時候 是全台灣沒看過 所以 那個時候 資本支出我也寫一下 這個資本支出 擬定當然是 我們剛才說 我們剛才說 我們要一間房子三千萬 我們剛才說改變是 我還要做一個 給三千萬 這個給五十年 所以你這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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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紀錄的 這樣 所以這個 都是一樣的技術 那資本支出 一般來說 我們台灣有很多 漏洞 將來我們國黨委 有關財政黨委 一定要特別注意 都 很多政商勾結 沒有一間 沒有政商勾結 現在 議選都變好了 古怪怎麼都不做 怎麼不做 怎麼不做 就去分配 還不分配 好 你知道嗎 就要照得好 好 什麼人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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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會 不發生政治 發生政治 就像劉邦 去拚拚這樣 在那裡 拚拚的人 拍文的人 就應該去用台式 所以你看 政家 我們看 現在 我們最接近的 鄉頂市公所 憲都說 議選都已經 創好了 如果都沒法報 就是 到這個市長 要分配多少 店長分配多少 多謝議員分配多少 多謝代表分配多少 所以 做一個 我一個 小店 在那裡 說 你 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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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就黏 做 那 中間 我們一個白水膏 那個 公所已經對管政府 投一條錢 說 要來 把那個白水膏 拓寬 你的 你的 我 銷掉一半 把水流拓寬 你也不可以做 說 這 這 這如果做下去 我們浮游生物 就都死了 沒有生存 因為我們這 技藥 技藥 藥 所以就 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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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候浮游生物 很多 說 我不是想那些浮游生物 沒辦法再生存 死了 像大企 都用水泥 放起來 以前的大企 都做頭空 大企 大企 那些 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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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看到 做一小伯 我們要打一小伯 也不方便 你走到臉上 你躲到臉上 你都會燒下去 說我不會 另外他又開了什麼 我們要把它簽名 他怎麼做 都沒意義 不可以給他 不然都在唱人 我們土地用無助 還有 如果做不到 我們都不能給他 我要求兩小伯 兩小伯 我們走到不可以安全 不可以 後來打一打 要拍菜簿 要拍 拍 拍什麼 拍那個 晚餅才有所在人拍 結果我們拍菜簿 拍晚餅就沒有所在 就一串 一串比較多 一串這樣 這樣看 我剛才告訴我 那時候 如果我這樣做的就沒有 像說花五百萬水中 再花兩百萬 結果三百萬拿一本了 因為他說 要做 做那個補助路的人 那時候 鐵紙甲米送是合理的 鐵紙甲米送是合理的 各位 全台灣都這樣 你想看 我們民眾都沒有口理說 五百萬開水 三百萬沒看 跟我們水上這兩百萬做一個 一串看 比較多的補助 這樣說就做一碗 政府在把我們服務 結果三百萬拿一本了就說 他們都鐵紙甲米送是合理的 我們民眾就這樣 不知道說 那個甲米送是我們出錢的 跟別人的水修 總共的水修 拿來爛刀開 說這樣說很重要 很好 說不做不菜 他說 如果沒有做這個補助 都轉轉炒 說你又沒在掛 都我在掛 對 真的有發現一個炒 像過翁 他害到水爐 我如果有時候有時間 我都下去靠炒 那些人也沒有住在那裡 那些人住橫橫也沒有在掛 這就是這塊 我們的民眾不知道說 政象高級就影響到我們的利益 就是我們的落水 這塊的資本資質 往往很多政象高級 因為什麼 變成一些保充 跟官員提高的地方 所有的資本資質 計畫案出來都是 利潤利都7%而已 7%喔 我在管府說 你裡面都說7%會做力了 都簽約了 是怎麼都投降降了 到底是買多少%才有 一千萬他說 保充說 只要70% 7%明目上是加7% 利潤利喔 水上是70% 我哪有這麼多 說局長我們都要打點上上下下 議員也要回 官員也要回 調查局也要回 法委也要回 看得到都要回 不然都會出破 看得到 看得到就對了 相關的單位 你如果不去打點好施 出破大家都害了 所以就利益分賞的好施好施 資本資質價可以開出 如果真的要挖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在現在看很多 收工廳 現都50萬做的時候 100萬做的時候 他剛剛要200萬300萬 這種情形很多 稅務支出就是我們這次 哪像 哪像我們的那個 獎勵投資條例那個很明顯的稅市支出 有了 我們來看 再來就是 大庭這個 成本的估計 跟效益的估計 剛才我們就簡單說這個 我們個人買房子是這樣 3千萬有效益嗎 成本估計很簡單 你現在花3千萬下去買 買去買去 今天買的東西才能大一筆 所以馬上產生效益 我們就能去估計它的效益 那那個成本有直接成本跟建設成本 特別是這個資本支出方面的 就是說看得到跟看不到的 很明顯就是說 我們鐵路電企劃的時候 看得到就說直接成本 買材料的 看得到的 或是經濟土地的錢就直接的 建設成本要怎麼看 拍高級 所以當時買鐵路電企劃的時候 我非常反對 我非常希望說 不能在那裡做鐵路電企劃 我們就要做西方 西邊 海邊 西邊開一條新幹線 為什麼我以前反對 講到舊的鐵路電企劃 舊的路線 鐵路電企劃 我以前跟我的主管說 我們先到西邊開一條高速鐵路 人路那邊高速鐵路在通的時候 我們這邊這裡 總鐵路 總開心的 不能走這裡 他們就走誰走這邊 是只有火車在走而已 火車在走你就沒有影響到你的交通 你說鐵路電企劃的時候 你的行車速度慢了 這要負擔行樂的時間成本 民眾的時間成本 第一點 速度慢的以後 不是跟我們坐車的時間成本 你經過我們平交道的一些汽車 不不不不不就等 本來等是兩分鐘 這要等十分鐘 甚至等半分鐘 這個時間的浪費 跟優費的浪費 那就是建立成本 要算在裡面 這個消費成本都不算 所以成本的估計都偏低 只算直接成本而已 這是不對的 那就是沒有研究這個計畫評估的時候 才會去說 只算是直接成本而已 所以 那個估計都沒有 這是成本的估計 效益估計也有成人到無成人 像我們這邊 我當時六月二三ů 台中的擴大內閣會議時 我說 簡單做一個報告說 我們一百萬 這一百萬就有成本 非常明顯 半年後 我們要看他們的績效在哪裡 那績效用什麼來算 具體的就是說 每一支花一百萬出來 你就是要一千人 來申請我們的公民身份證 剛才說什麼 因為一個人高一千塊 一千塊乘一千人一百萬 這是最基本的 這是直接的效益在這裡 再來要去計算的檢驗效益 申請ID的人 既然要來申請的時候 他就對我們的東西 對我們的主張有同意 有的他就來參加我們的出擊班來上課 出擊班花的錢我們都沒收半項 都是給所有的農場收起 但是我們要估計他的剪接的效益 就說九六千塊裡面 我們是不是跟他評估是不是有五百塊 還是一千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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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兩千塊的效益給我們民政府 我暫時常說沒有一千塊 至於五百塊 一千塊 一千塊 二千塊 甚至三千塊 由專家來會議來討論 來考慮說 理論上我們要做一個 叫做射算的價值 射算價值 射算價值 我們從這個人的受訓 要來了解我們的法理論述 變成我們的肥丸 我們這個 它的效果 還是用它的價值 我們要估計說 應該是一千塊還是兩千塊 我看有一點主觀 這個都學者上有點主觀 主觀上我就說 嗯 基礎也有一千塊的價錢 所以我就說 用這樣一千塊 所以你若是一百萬開出 有一千人來申請ID 要兩百的來申請什麼 申請我們的 來參加我們的法理建國會儲集班變會員 兩百塊的錢 又乘以一千塊的價值就一十萬 所以它的效益的產生 間接效益是二十萬 職業效益一百萬多 一百二十萬 所以一分比度 超過1.2 就等於1.2 超過1 這樣就表示你的效益很明顯的產生出來 如果是一百萬開出的時候 我用心要推動這個公民生存的時候 哇 這八百的人來 沒關係 八百的人來的時候 你有八十萬的價值來 但是有四百的人來參加什麼 參加我們的法理建國會 來參加儲集班 這樣就有四十萬的價值 那也是值得做 類似這樣 所以這種有形無形的估計就是這樣 我剛才舉個例子就是 一個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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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做一個車 它本來是一個車 但是不夠用 因為當時發電的關係 這個車是這樣走的 車 因為這個骨社區 所以才有一個車 現在一直發電發電到這裡來的時候 這裡都沒有車 這裡的人喔 如果要去這邊的時候 就要寫對這邊來 過去說 說 車 車水不大的時候 可以撩 現在現代發大家也 沒有辦法 撩水了 還有水也比較熱 所以一定要叫 這個球 這個球要做到這裡 要做到這裡 還是要做到這裡 這就有爭議了 可能要做到這裡 先做到這裡 因為比較用心點 這樣就生了很多時間 甚至說 做到這邊頭 做到這邊頭 這個球要多少錢 跟這個球三千萬 這是 三千萬開來的時候 有什麼效益 直接的效益 直接的效益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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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人要來吃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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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樣 這些人生在這裡 很多人生在這裡來很麻煩 這次的事情 稍微可以說 這附近都用這個球 但這邊的人的時候 就用這個球 很多人用這個球的事情 都可以說 時間成本省多少 時間成本省多少 用這個來估計 這一次的 不然就說 在那時間以外 就是說 交通費省多少 交通費省多少 時間成本省多少 這就是直接的效益 什麼是間接效益 一般的來講就是 都市景觀 都市景觀 比較直接 金錢的節省 的節省 是最直接 再來就說 時間的節省是 相對有點間接 但我們間接的效益 我們還可以估計什麼 這球做得很漂亮 所以變成觀光的景點 我們如果有很好的都市計畫專家 一樣一個球做起來 美濃美煩 這個附近需要什麼 一個觀光景點 還有什麼 出自市民休閒活動的場所 我去紐西蘭的基督城 我去參加那個 太平洋地區的這個房地產 經濟會議 我去發表我的論文 我看到一個叫做 Evang River 各位如果去那裡 一定要去看Evang River 這些 Ned 海門五ert 此外 在街頭さん 其實他們囑 或是 很的 在湯 里面上 都在湯 落在湯 也無 綽綽原 他們 給他們 就正常 數落而 硬雨 上 那一輪 人是什麼 沐嶼而已 舊頭而已 讓你坐在那裡 阿彌陀佛這麼多看而已 阿彌陀佛這麼多看而已 阿彌陀佛這麼多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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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澈見敵 平底船可以在那邊滑行 平底船 傍晚時分 冷冰冰都是草子 樹蔭遮陰 阿彌陀佛這樣遮陽很涼快 阿彌陀佛的小公園 各個就是公路 各個就是店家 店家的時候 他把那個魚鞘匙送出來的時候 大家在那裡喝咖啡 下班時分 吃咖啡 吃羊排 很兇羞 我們沒有一條駕是這樣 我們的駕都很醜陋 我們的駕都是人工 都是水泥 因為水泥 水泥拌越多的時候 水泥拌越多了 對 做起來說我駕得這麼漂亮 我最近看一個駕給我讚嘆 很感心 在石頭 我當時水泥拌越多了 店長買車樓的路邊 右邊那一個駕 沒有看他就水泥 像草皮 草皮和漆壞而已 這是我們要愛的 只有蒸草和漆壞而已 這就是我們要愛的說 你創作的水泥 孩子要來玩呢 那你一個說 都鑽水泥的 孩子如果去咕下去都去撥拌 老肥也一樣 撥拌的 中兇 你如果都蒸草皮 土軟軟軟嘛 炒軟軟嘛 咕下去不會中兇 還可以再踏足夠 為什麼我們足夠不發展 要發展體育 要發展體育 這種的說 要怎麼發展體育 我們中人的說 一定是什麼 撥拌 讓我們去撥足夠 讓我們去打壓球 這樣我們提供才會發展 所以體育跟觀光是有關係的 我們中人一定要好好利用 我們一年四季都淺水淺水的 你看美國的時候 北平啊 一年半年 一年六五歲都是六歲 人要怎麼運動 但我們運動風氣很好 歐洲也一樣 歐洲國家打掃球都很厲害 要是我們一年四季都是水泥 草都很水泥 結果我們沒有發展體育 完全牛逢政府沒有用心的關係 所以這我們中人要好好去考慮 所有共我們中人要改造 隨時都把它撥掉 只有蒸草和蒸草這樣就好了 如果鞋子都差鞋子 都不會中兇的 這樣才是安全的 所以這這樣的估計很 很技術性 我現在講這些都最基本的最技術性 隨時如果進到我們的公共行政學 要講一個計畫評估的時候 要評估什麼 評估每一個投入的影子價格 就是shadow price 有的器材 有的材料是鎮靠的 鎮靠的時候你要估計什麼 你的費率 你的外匯的費價 真實成本 它的shadow price是怎樣 你不能說一塊美金 一塊美金是多少 是30塊來說 但是雖然包括淨出口的費率使用的時候 估計出來 按照公司把它估計出來的時候 可能費價 真正的費價是32塊 就是說 市場的價格才是實在的 因為你30塊是什麼 就是managed exchange rate 管理下的 管制底下的價格是30塊 當然你是真正的產生的成本 供給到需求 美元的市場價格是多少 這是台幣 這是美元 你這個住在這個地方是30塊 但水上 它應該是32塊才是標準的 在1998年 本土性金融風暴發生的時候 我跟你說 我們的費率應該在36塊 不是在30塊 譬如說 如果調整到36塊 1998年來調整到36塊 我們這幾年的經濟 不會放得那麼快 這費價是另外一回事 我們如果說總體的時候 說開放經濟的時候再來說這個 所以我們這個估計 都很複雜的 費價也都要用 shadow price來計算 就影子價格 這就很麻煩了 我們現在說的都簡單簡化 好 我們現在估計 直接成本 建設成本 直接效益 再建設效益之後 我們就可以去計算 一本筆 B除以C 把B除以C B除以C Bt六流和Ct六流相處 我們就知道一個x 這個x 希望它都大於1 所以我們現在要 變預算的時候 就把所有的 我們現在說的 就拿成資本支出的預算 就把所有的排列 它的秩序 相關的 對B除以C的這個東西 除以C這個東西 相關的對3. 3.6很大 再來3.2 再來3.0 再來2.5 再來2.0 再來1.9 1.6這樣 排到1.0以上 到1.4這樣 告訴我這樣說 這3.6要花多少 告訴我 花5億 花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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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排列優先順序的概念 再來第四個個別計劃的取捨 總諸資預算跟優先順序制約 優先順序制約以那個計劃 該做不該做 總諸資預算是一條 不能超過一條兩千個 你所有的超過餘的是一兆兩千億 但是你可以開的是只有一條而已 另外我就說計劃做好的時候 我們來做一個取捨的替代方案 有替代方案比較想給那個議會 參議會來做最後的決定 應該是A案還是B案 應該是做法不一樣 我們想說你要做環保 環保的時候要跟廢水處理 有不一樣的處理方法 還是要禁止他排除廢水 和磕睡的方式 還是說要叫他設一個廢水處理場 廢水處理場要設多大 跟一個鄉頂市要做一個廢水處理場 要設多大 要花多少錢 要設在哪裡 像我 我是水頭 廢水處理場 小都市範圍的家庭用水 絕對不能排除灌溉系統的水溝 結果現在因為一條大戶 灌溉的河溝很大 他走到海邊走到六港 福建的六港那邊 這麼出海 整個中華一半以上都用這條水 都吃這條水 結果我們整個 整個 整個灌溉的灌溉都擺在那條水上 所以下游的農產 農地 都有家庭灌溉的污染 所以我們日水的米 想說很多人要吃 很多米香都去我們那裡沖地外 不好就來說這來賣多少 錢就先拿出來了 很多人不知道 我們日水人來到台北 農町在米吃 不想吃外面的米 很多人不知道 我們日水人沒有做生理的能力 也沒有本質 所以沒有一個米架 以前很多米架 現在米都抽到洪青了之後 自己沒有米架 類似這個情形 很需要廢水處理場 廢水處理場要放在哪裡 就有很多地點的選擇 選擇就對了 我會想說我如果做兄弟 我首先要做廢水處理場 要做廢水處理場 要做廢水處理場 要做廢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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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做廢水的部分 要做廢水的部分 要做廢水到廢水中間 我去看過 我看做廢川那裡 廢川那裡 就攔截 所有的廢水都攔截 兩邊旁邊 大客廳兩邊 做一個大水高 要把廢水家庭廢都攔截 到廢川那裡 只要做廢水處理後 變成清潔水 這老的那裡 大客人 讓他下游的水都清潔 沿線的那個 想定期都要做廢水處理場 這樣時候我們的 核酸就活化了 要再進步 就說有匹力的政府 一百水 我們二水有兩條 百寶寸 這個百寶寸 如果有匹力的時候 會改做運河 全中華館就有兩條運河 這樣就不一樣了 我們看那個 鑽到台灣溝那個地方 騙距 但騙距的時候 你無精力變得很壞 現在很醜陋 很醜陋 我們中華館的人 如果有中華館的人就知道 就知道說那個很無知 三四十年前我去台灣溝過去保險 唉唷 怎麼這麼漂亮呢 那去溜橋 溜溝 溜橋溜溜 沒有什麼溜溜 變成那時候早期 很好的景點 我只要騎梯買去這堂 這根本就沒看到 可以說很多觀光資源都 好奇掉 這是題外話 所以 預算的東西 所謂預算就是說 政府 公家單位 每一年 每一年的資政的 根據 所以預算是很重要的 我們 Style 這個方面一定要抓ых 預算執行 要是密密改革 各位如果看我那個桃園器來的 看起來是說預算的執行 都是有利者有力有辦法的 有寬有寫在發露的 你沒寬沒寫 最後都是財政 我只會在說的時候 他就不喜歡說 我說一個小故事 有一個農家先過 他在這次我們這個山坎 我們這次 今年要南竿 走南山路 他在走到山坎 到山坎 到山坎的時候 你過橋右轉 還有一個消防隊 消防隊左邊有一個社區活動中心 有一個律師圖書館一樣 讓孩子來讀書 消防隊跟圖書館 社區活動中心 合起來那裡差不多600平 那路很快 海邊的路差不多有10米 12米那裡看 那個客家本來也沒有那裡看 所以那600平跟路地跟客家的一部分 隆重教學的 是一個國家在那經營四代 四代以上 那年輕的 叫郭明輝 郭明輝如果現在跌跌差不多40歲 但他已經是要10年了 他已經是要10年了 郭明輝的農民 他們老闆在那個所在的起地 他們老闆不敢來找我 叫他們家來找我 他們家也不敢來找我 他們家去找一個阿伯 改成說在地方 比較出頭路角 了解這個整體的總控的人 帶那個孩子來 郭明輝帶郭明輝來 來找我 郭明輝說 郭明輝我們 我如果做 開始就在這個 掛褒蝦這樣 徑形 鎬鎬鎬 不是鎬鎬 三四分鎬就對了 那些都要 要去徑才發現 掛褒蝦 以前都掛蝦蝦 要去徑才可以徑做這樣 三四分鎬 四五分鎬 那時候 要做這個 大棋房 要做起來的時候 就一半一半 這麼多 都沒有補償 因為什麼 不去電器 不去承租 河川地 不去承租 就對了 現在 六百坪的時候 春春夏天 春春夏天 六百坪去給消防局拿去用 我們要求補償也沒有 現在春六百坪的時候 說要去一個社區活動中心 我們本來就在市場 要怎樣 如果跟人家政策 我們都沒有收拾要來玩 生活就斷炊 我總要叫這個公共財產課 財政局有一個公共財產課 我叫副長來去看現場 看一看 我自己也去看一次 看一看的時候 想辦法 說這樣你現在開始承租 承行租 承行租 行租後 你落租 將來 是要自己徵修的時候 開始要徵修 最好六百坪的時候 你就能在這裡補償 地上誤的補償 這樣 後來真的承行 承行後 沒多久真的要徵修了 隆重活動的時候開五千四百萬 國瑜那種絕對沒有那個價錢 我去看一看 像兩千萬的價錢 想計兩千萬 五千四百萬開出去 這個很國瑜的郭明輝 說要求一百萬 都跟他說 求你我 要要求多少 說給他開三百萬 這樣我不敢 不可能花那麼多 但是 人家說開一百萬就好 我說那個人不瞭解 你開一百萬 你開一百萬 最好是給你五十萬 你開三百萬 想救給你百五萬 你安頓你的家庭 你爸爸媽媽 還有你的孩子 你想救 想救也要一百萬以上 你還找個頭髮 所以我說你開三百萬 他不敢 我說會六百坪的 那個地方一坪是 七十萬的 他在道路旁 你拿這個三百萬出來 不可能 我應該跟你說會開六百萬 你 我已經很客氣了 我怕 我怕他說 我這個人太百 所以我說開三百萬 他說不敢 我開一百萬 最後真的開一百萬 開五千四百萬 不會扯一百萬 說會五十萬 香港所 鄉民代表 廣義園 都是他在本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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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那個郭爸爸 就沒有頭髮 他一直 都在那裡去洋情商 都沒辦法 轉去人家裡 跟他們似乎 那是郭明慧 鬱了 肝困了 所以打拼了 所以打拼了 打拼了 要是我打拼了 打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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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那裡去 我那時候已經去 局長的支部 我很關心 去問問問 打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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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這個有可能嗎 看這個賈人的賬款 賈人的這個 這個政相高見 有可能有可能嗎 這種事情不是 不是像 在那個地方發生 在那個時候發生 在台灣是 每年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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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們沒有遇到 我們比較好 沒有遇到而已 你看這個政相高 多苦 我只要去那裡 船長有抗議 抗議有效益 沒有效益 我已經嚇了 我已經離開了 但是 我們做一個 行政官員 很多人像我這樣 開始在基杉那裡走 開始要去了解 所以我們在做國務用來 都有可能做行政官員 很多問題都在基杉發生 我們都不知道 你如果沒有去看 絕對不知道 你如果去看 就可以發覺說 很多工作要做 你就不可以這樣 所以我在做教授 就跟我說一年七五月 隨時我想我可能做 兩年十四五月了 他做的工作很多 所以不三十就在下鄉 不三十就在接受民眾 我們這個 在海邊 一票數而已 四三的國中學生 沒有人打到 我早上 就去了解 去了解 究竟是怎樣 去找航空所 航空所到管政府 去問管政府 管政府到管政府 航空所 都沒有變遺症來維護 有海水遺症的安全 都沒有警告的標誌 四五的國中學生 一個小小的來這裡生水 一個生水 不知道說海影 不知道說 這個 慢慢走到水到很多的地方 落下去了 都軟刷 都落下去 那像最近淡水的事情也一樣 淡水的淡海外面 那個 那是什麼 海水遺症 以前我也不記得 什麼 這三輪 三輪 每年在世人 每年在世人 目測要維護 這種孫政府 目測要拍朕胜原在那裡 經常 支出 批 mount高甲 黑匿 게임 太多 你 Muslim mental那些 附群外海有四 Psychology 有四 City海水遺症 一塊貨錢 一塊貨錢 每年就在搬砂搬到處頂 我那年的時候 女少年跟我說 我們要去觀光局 撐出8千萬 每個海水一場 都被2千萬 我看了一次 總看了 大家海水怎麼看 網民變啊 你不知道 讓你 總好是你不知道派人去維修維護的時候 到明年的時候 它還在海水搬到處頂 海水搬到處頂 因為沒有人在修養 所以那些海水一場 都是浪費 不只就把它圍起來 派人去玩 你如果要開洪 一定要從沒有海 每年都不能把它噴到處頂去 我就去看的時候 已經在處頂了 處頂的時候 處頂到處頂 裡面有空空 你看要穿 要花多少錢 不然你就這樣 你就揹出 揹出 把人給民間去經營 不然民間去顧 發生事情才來處頂 因為究竟民間絕對不能生死 它就要去照顧這個安全 如果去 知道說多潔所在的負陷的地方 去圍起來 可以生的地方就是海水漲潮的時 一個範圍 如果要那個退潮的時候一定是 還有另外一個範圍 那個要標示出來 那個負陷性的地方要標示出來 是不是要有相當的適時 人家先進國家海水一場 哪有像那樣 一定都有這個 就是游泳池都沒有救生員 所以這這樣的事情就是 政府的事情絕對要保障民眾的安全 這平衆也要很注意 很多東西 可以讓民間去做 要讓民間去做 不要說政府大頭大大大大大都要自己做 當然我們像學校來說 我們將來學校 所有學校都要 所有國有 但我們政府 民政府把政府整理得好 所有的教科書都換我們來 所有老師都換我們來 我們再來開放民間來經營這個教育的工作 來檢控政府的負擔 就是說跟人的觀念都改變過來 不要有中國師匠 不要有中國文化的那些 垃圾在裡面的時候 我們再來開放民間來經營 辦大學 辦國中 辦小學 大學一定要縮小 大學是精英教育 不是這樣到都要來採取 我們現在有做完很多農會對 農會在這個教育 像我坐車來 我的旁邊有一個國中生 我就問你 買到以後要買台中這圖 我說一粗粒粒有什麼這圖 要逛一逛 你們現在是幾年級了 我剛剛上高一 我隔壁這個已經是要上高二 我說你讀大學 這個不太好意思講的學校 我說為什麼不太好意思講的學校 考得很爛 那個學校不是很好 我說你說啊 你說啊 答得 答得也不錯啊 我說你讀什麼科的 餐飲科 你將來要做廚師 要開餐廳 沒有啊 沒有啊 沒讀就不太好 你說你是怎麼 跟我說那個不好 你就去讀 沒有想要開餐廳 沒有要做什麼 你就去讀 他說 念書可以不要工作啊 我說我讀書就不用做工作了 對 大家都在念書 同學都在念書 我就跟著去念書 好 這個官員一直到大學去 很多人苦八分去讀大學 在念書 我最好在開餐廳 尖課的時候 就說啊 不想再教書了 那是什麼 二輪寫不對啊 對 很多二輪寫不對 考卷裡面 包括裡面很多錯別字 要這樣做大學生 要這樣做大學生 要不要啊 要這樣讓他拿 畢業勝書的時候 這個什麼人要請 請的人一看說 夭壽啊 二輪寫不對 這個大學畢業 要怎麼把它綜用 這個就表示說 大家都想 哦 去讀書就不用做過 不用艱苦了 就變懇老族 結果是資源人會 我打拚打拚 給孩子讀書 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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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拚打拚 來找個做法 proc Cant Echo 找一 gun 所有的是資源人會 最常要去學的是技術 去學技術 你最早到那裡 你就去學技術 他也情 Daisy 我說 我就不老子.,.. 我找這個加油 那我去學餐,去學家 até想賣哪個 determinate 這樣也是對的 但是你說 如果這樣打到國中可以 不可以打台語 打台語就是農委 農委我們的社會主委 不要為國人想想經過社會 所以我們下班的大學是 絕對是精英分子來上大學 上大學要保證他在技術上 比國中的進步 打台語之後他在技術的 創新的能力會比較高 教育本身就是要激發你的創新能力 我們每個人都很多挺潛力的 這個potential很強的 但是你就要激發 你看 很多人並不真用心讀書 所以雖然說他平衡大顆 但是不會很突出 你如果是很人讀書 你的平衡會比較尖 像我就很電性 我們家的人都平衡都默默 但是我特別默默 因為我特別讀書 認真 他是會成長 這個看面前就跟我說 有 你現在大家都默默 你特別默默 我說我都很認真讀書 有什麼特別的 我現在都沒有讀書 只有我讀書 所以我就很認真 就說一直默默 一直默默 所以大家問朋友問看 你如果默默默默 就是標示你不夠認真 我的認真是很怕人 我學會心想要讀書 這東西在台灣不睡 讀書 讀書 那時候就這樣 後來去我讀書 地中研究院時 我一天最三次辦 在夜一辦 夜報一辦 夜報一辦 夜一辦 夜報一辦 夜報八點去 夜報人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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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到三點 晚上三點才回來睡 明天八點去上班 這樣 這都是早期養成的習慣 但這樣不好 就是說 日夜電腦 太晚睡 身體比較會賣去 幼點就是 有很多有的無的東西 天文地理有的無的都去學 學黨學塞 學很多的東西 跟我說人生很豐富 非常豐富 這是我的心得 但是它是很辛苦 也很趣 說起來是很趣 好 我這裡看各位有什麼問題要問嗎 有什麼問題 來 請 來 剛剛 剛剛你講的 剛剛你在講的裡面 對齁 他如果是要改變 這個 小孩 在台北大學 那嘛 對 如果他以前的情形 來看 要改變得不太簡單 先要是 用人生哲學 改變他的人生 他會對 這個小孩 後來 他的人生看法 要知道他很少自己 不是說你不用走 我還繼續打車 我就不用走 不是你要跟 應該是要有一個開頭的 管道 讓他知道 再來 你剛才在講的 就是我們在講 我們很乾淨的全民 跟著你說 秋頭 黑色 是正常 這要 這種正常的 要怎麼改變 他師兄 對 因為你剛才有說 說這個 有說 如果真的要 有安 又要接著 又要接著 要怎麼改變 如果我改變 國民黨也太多了 是啊 是啊 所以當然要說改變 因為那些東西要去查 做一個地方要去查 我只要給你三百萬 為什麼 做出來 賓錢怎麼這麼賣 用一檔 兩檔就賣起來 甚至 很明顯 1980年 我會去 很明顯 還是1980年的時候 一回 一回 中央政府有錢 總共發幾千億 進去 政府 給他做幾十年建設 一個錢 沒有錢 不好購鄉電池 很多鄉電池 做完之後 沒多久 一個風胎大嘴來說 破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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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所在的時候 有一個所在說 叫他破壞一個 丹麥加羅 雖然並沒有破 只要去拔壞 撿一個鄉 就要去交差了事 幾千萬 就要落到落在那裡 這個人的鄉電池 所以 這個財務跟這個 嚴重跟這個庭道 財務跟民眾說 你拿回家 拿一個 財務 說是合約 那個古早 古早 我不要說 剛才有一個老館長 他叫做劉三層 因為那個地方的人 出一個綽號 Nicname叫做劉三層 怎麼說 他這對中央 還是對這個管政府 還對省政府 拿到補助的時候 先放三層都落在那裡 就劉三層 一千萬的補助路 三層都落在那裡 這百萬才去發包 發包出的時候 他就不管怎麼樣 反正發包出來 我就已經三層都落在那裡 那個人本來 政治前途很誇張 很不幸 他剛才 剛才在蔣經國 蔣經國 知道之後 永不入用 但我們在蔣經國死了的時候 我們沒有這個政治強人 立正義就沒有那個 沒有那個 沒有那個環境灰色政治強人 表面上他是強人 水上他是沒有寬的 沒有寬的 要有問題嗎 好來 請問喔 對南蓬到我們水月園的交通 可以改善嗎 南蓬到水月園的交通 沒有問題 我們這樓這麼誇張 沒有啦 來的要擠錢 我知道你說 管青人可以改善嗎 我跟你講按照對立不困難 因為南蓬到這裡一隻而已 你可以卡電來 這裡有方便去跟你接 很方便 如果水上 我們應該去投那個 航空所 航空所有那個免費公車 來我們這裡 那免費公車 那免費公車 去高鐵 我齁 那坐高鐵下來 我就先坐免費公車到免費公車 那關時間 我就坐免費公車起來 一百塊 那不關時間 我就走路 走到樓 走不去 這麼多免費公車 去高鐵 這樣比較拖沙時間 我們關時間 這麼直接去到高鐵站 這樣 這樣 我來這裡來公車 拿比較多 那個普通的 把大家 裡面都有路線的 度 比較方便 這我爐子相公所 爐子相公所 在我做局長的時候 是全 通關 國鄉頂市的 財政最好的 我做局長的時候 它才有2億萬的庫存 它稅收很窮 所以扩準2億萬 因為它 有徵收 公共設施 那種什麼收益費 工程收益費 有徵收十幾個工程收益費 管副局 當年有費 統籌費稅款 那工程收益費 所以一直留在用 用到我1999年的時候 他要存2億萬 我說一億萬 他就買了 他說不要啦 不借了 他不借給我們管副 怕他說我們借來不行 你的問題 現在我們這個局長是經過 這個問題 我現在有一個情報 我們政府 這派人的 因為不是政府 政府 對 流浪政府 流浪政府 這派人的 進行 往甲区 的建設 他就說 一定要甲区 選出幾個人去做訓練 如果 訓練 訓練之後 不是這些人要建設 對 也不是這些人 自己發包 是 政府 又直接 下來 要經過 保障 如果說這樣的時候 那些人 那些人 都會 正 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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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牠們 一隻 都會 或是 這 不 營 架 我們將來都要做很大的改變 水上是很大的浪費 一個川府 川長本來沒有待遇的 非常有待遇 再來一個川府 川鑑士 再來還有一個川府 一個川的社區委員會主委委員和委員 都要百姓會會 都是政府百姓會會 三點的浪費 本來以前的川長是送一個報索會 都沒有待遇的 現在還有待遇的 什麼人做 開始的 這就很害怕 這都為了要買票的 要調查 你先調查 待遇的時候 開始說購2萬 這算是3萬 算是4萬 這算是5萬 還有 各村裡的小型工程30萬一年 隨著你開 這樣怎麼會壞 你看 選去 因為選去的時候 都用錢來賣收才調查 這樣就對了 怎麼 對 三個問題 我在裡面 第一個問題 他說 日和標準我們的本座的生活安全 這是很大的問題 大家要比較注意安全 對我們國單位的中間 比較想要注意 因為我們這座很多人 因為我們成功的時候 很多人都沒有 沉淪下去 沒落下去 國民都要離開 就是說 中華民都要離開 中國絕對不可能對台灣有任何機會去問到 民進黨也要離開 民進黨也要 台灣人總會對民進黨總會都忘掉了 民進黨就隨便了 所以這個情形是 因為我們面對很多政敵 所以我們要很小心 就是說我們本座這個情形的安全 是要哭美國 像我們老的人都說 你要小心 所以我塞車的時候 我都很注意我的酒邊的車 車輛號碼 人家卡電來說 你在哪裡 我說 我人在西濱 我就說 我人在高速公路 我人在高速公路 我人在西濱 我都不知道 我在哪裡 中華民國劉王政府 跟他的佣佛借 他對我們撇海沒有 他們目前不敢 因為美國站在我們後面 美國一再跟中華民國施壓 如果不早就我們洪丁黨了 因為什麼 中華民國要跟我們海 民進黨要跟我們海很簡單 大家要有多人識 因為民進黨是國民黨的私生子 他們是巴黎巴黎的 兩兵在競爭 兩兵扮演競爭的角色 是說中華在偏南奔弄大人 要延續中華民國的命脈 這樣而已 他如果要海很簡單 叫純年邦 叫四海邦出民 路面跟英府 我們就很頭痛 目前在外面是 我看美國在那裡 對他們有一些動作 我們如果看 林醫師這個東西是怎麼的博物 最怕不是很單純的 我們剛才去了解 李士允醫祖刊 他的背景是什麼 不可能中國的四領 如果中國四領 他就讓你去歐 他要自己圍你的 不可能叫健康的 扛 我們本土台灣人 有那個靈力去給他 去給李士允 說你給他報到這個 報到這個事情 所以究竟什麼人 林英峰 李士允 我們要去想 是不是 我們後面那個老大 要去想看看 第三 這是美國國會 何時會處賣帥第一號命令 這我也不知道 我們這次 這個意思是說 什麼時候 美國國會 還是美國總統 會跟中國 美國 跟他 跟他 去金門媽祖的意思 這是我們很重要 要去 要去反路的事情 去年七月 就說 要叫我們五位代表 去跟他談判 要盡量不成行 不成行的原因是說 秘書長不可以去 不行 秘書長一定要去 所以秘書長一定要去 是用什麼辦法 要用直升飛機 載他去青城港基地 從青城港基地 青城港基地 再用全機 載他去關島 載去那個 不是載去關島 載去那個 哈羅嚕嚕 哈羅嚕是啥 哈羅嚕是啥 哈羅嚕 哈羅嚕 夏威夷 在夏威夷的心 這麼多民航機去 華盛頓DC 所以為了這個工作 我們這裡有一個 直升飛機的停機坪 因為說我們有好心 踏踏 設好 要叫他去 要載他去的 他海關的 船艦 才塞到我們的 同外海 像在我們的魯族 海口那 海邊那 魯族那個 海水遺場外面那 他說這樣搬起來 我們看得到 我們在這裡 比較遠的地方 看得到那個海 要飛過來 就要停在這裡 要載去 載去 前兩人基地 我們很希望這個 比較早 適合 去年七月 說到那裡已經 一個月了 一年了 去年很忙 到年底都很忙 到年底都沒辦法去 看每年一定要 來成省 我很希望 往往這點 本來我們已經 去年說好 五個人要去的時候 他說鐵書五個案 五個問題 有五個問題 五個重要的議題 來討論 所以我們也都準備好 結果沒有去 頭這次 我們去 當然要跟他說的都是 有關這個問題 各種的議題 大家慢慢去期待 我們覺得說實在是很不簡單 我們只是套過法理訴訟 法理訴訟後 法理訴訟後 美國幫我們幫忙很多 我們也很感謝 最新的這個 我們的國務院 跟郭鳳伯一直在討論這個問題 最近的形式 他們開始在討論 就是國務院 開始在討論 做下來討論說 怎麼樣子來幫助我們 第一步就是可能發行 我們有ID的人 我們有公民身份證的人 可以去申請 他的旅行證件 這樣 這樣就已經不一樣 所以我們現在迫切需要 趕快叫很多人來 來申請ID 申請ID的經驗 我們所有的會員 做得最好的 就是我們陳造明副主席 你敢不敢來報告你怎麼 Push 一千要邀請百五個人來申請ID 我們三千人 他就有百五個人了 來你來講過 來 跟我們講一講兩句 來 跟我們記得一下 謝謝 在這裡講就好 說啦 大家這裡看得到你啦 演得到我送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啊 請不好意思 我一家 簡單 向大家報告 大家 是不是 共同 大家來分享 這個經驗 啊 因為我認為說 我們買這個 買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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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這個 公民 身份證益 就好像公投一樣 在台灣民進府 發這個 啊 如果 現在說要 六百幾萬嘛 啊 就一頂 無縫接過 啊 所以說我出來 就是我們 這次 我們要為 我們的周遭 親近好友 或是我們的朋友 或是我們的朋友 自己的視線 或是我們的 親近朋友 我只有 我家裡 就三十多年了 我自己 我自己 我自己的兒子 兒子 兒子 兒子的兒子 兒子的兒子 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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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就三十多年了 所以說 百多年 過去 因為我過去 我長頓頓頓頓頓 所以說 一些 我們 我都很清楚 因為 家民進黨 支持 我們這個 本土的台灣人 支持 一定都支持 支持 我們這個 力量 所以說 從他們開始 這樣 雖然這個 很辛苦 這也不好照 有時候 一一啊 再一三 甚至 我們離開 這個 他們的家 人家就說 啊 這個 陳照明 睡不睡 不要做白書問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這樣 這沒關係 因為 我們過去 如果 這個 起頭 我們 如果 過去都沒有辦法 其他 本土的 就是 沒有選擇一地 就是選到民進黨 啊 當時 那時候 為基層 真的 蓋起來 因為你民進黨 要選去 絕對 都要 千千記記 所以說 我們用國服務 來撐出這個選票 所以說 這個 過期 人家說 你們這個 民進黨 不然開啟 哪有可能 選掉 所以說 如果一直都是在突破 不然 這個就是 我們 要 事先 心理上 要 要消除這個障礙 不怕方向 我們 一年說 這就是對 我們就是一定要走 要走 所以有的 現在很多朋友 如果看我去 去一趟 都會 覺得說 你不要再來 你再來 就是要說 說這個 神門正的事情 有的看起來會怕 但是 他也不好意思 但是你 這個資料 你要去 一定要住資料 讓他看 沒關係 我們是要讓你知道 他進入狀況之後 他慢慢就這樣 這是 我們 要先從我們的周遭開始 我們 有時候 我們跟我們 過期的主婢 店長 不管是 我們 這個 都知道 這個社區 還是 一個地方 一個地方 一個店 都有人坐 你去那裡 煮料 你就噴噴 開始 說 用這種 這個 點線面 這樣 跟選舉一樣 這樣 跟愛家愛婦 這樣 我們不能說 秀 就說 我們自己的阿鳳 大吉 什麼 就來 我們的義吉 來蕭春 所以說 我這是 提供 給大家 要為我們 青江五十 我們這 開始 不要說 為建設 照片 這都是 要突破 我直接 跟我們 大家報告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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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要有問題 來 最後一個問題 最後一個問題 來 總理 各位 各位 董事長大家好 關於 剛剛在說 這個新聞前的事情 我有自己的經驗 跟我的看法 因為 畢竟 有時候 我也是在那邊 但是都會碰燈子 實在不好照 我真的 我也很樂趣 但是以我的經驗 就是說 今天這個 中華民國的流氓政府 這是一個 小黑的政府 你們大家知道 所以大家 有的人 像麻痹 像說 死生 疾患 已經六十七年了 所以 你要跟他開水 神經驗 就是要說 我們沒有國籍 我們從國籍上走不出去 所以 從這裡一直告訴我 因為我們拿這個 中華民國的新聞證 這是世界上 包括我們的 PASSPORT 我們也是沒有給我們 成人 所以你就 從這裡告訴我 如果你做 這算是 一千塊而已 我那時候也不太錢 所以你如果 兩天有這個 做我們 台灣這個 新聞證 以前我們是 台灣民政府 但是我是聽說 因為美國叫我們 用台灣政府 我覺得很明白 要我們做政府的意思 所以我們如果做了 我們不管到處 你到銀行 到郵局 到處 你都把它 把它拿出來 不要再拿我們的流氓政府 你把它拿出來 久而久之 大家看到 說 還有這個 遺傳史 十傳百 還有這個新聞證 所以不可能 我們這個就可以 大家都知道 說我們有這個 台灣這個ID卡 這是我的經驗 說得到大家 參考 參考 這是不是中不中 你們試試看 謝謝 好 等一下 等一下 請起立 走 休息10分鐘